这一天非常特别 它是当年度总统大选的前一天 总统大选投票是3月20号 那在前一天3月19号 在台南市的金华路发生了审市 欢迎收看 是在哈啰之熊大说案 我是熊大律师 熊大律师今天要谈这个案子 我相信只要你打开电视 你打开网路 你一定知道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或者称为政治或法律事件 这个事件攸关台湾的宪政发展 它的名字叫做319枪击事件 它的时间是发生在西元的2004年3月19号 今年是2022年 据319枪击事件 2004年已经是18周年 这一天非常特别 它是当年度总统大选的前一天 总统大选投票是3月20号 那在前一天3月19号 在台南市的金华路发生了审市 当时候是现任总统的陈水扁 还有现任副总统的吕秀莲 他们乘着他们的竞选车队 行经台南市金华路一带去败票 那周围鞭炮是非常大 那一堆民众夹到欢迎 欢迎这个水莲沛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台湾选举的日常 不过在当天下午竟然传出 总统而且是现任的 现任总统 现任副总统 竟然在这一次的车队扫队当中 被这个凶险 以这个手枪的伤害 那最后造成这个我们阿扁总统 他的肚子也就是他的铭鱼肚 有一个划过去的枪伤 那吕秀莲副总统 他的脚也被这个榴弹所波及 那熊大律师回忆 在2004年当天 大概是熊大律师那时候 在考研究所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电视画面 几乎每一家电视台 他都以跑马灯 还有最大的标符 他写了什么 总统重担 这是何其严重的事 所以这个事件 最后引起 不管是台湾的民间 政治界 或者是法律界的波涛汹涌 最后司法在侦查的部分 是以不起诉结案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的凶险 他叫做陈毅雄 他最后据称是畏罪自杀 他自己跳河自杀 那因为在我们刑事诉讼法 你们规定 假设这个被告 或说嫌疑人他死亡的话 这个案件是要以不起诉为真解 所以等于这个案件 他自始至终只能close 那当然就引起了台湾两大政治阵营的不同的辩论 所以最后只好围起美国的李昌宇博士 来做一个刑事的这个调查 那李昌宇博士 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刑事见识专家 最后他调查的结果 他认为这个凶险 他使用是火力很小的枪支 所以他认为凶险是没有想要治总统 还有副总统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他排除政治谋杀 这一句话排除政治谋杀 不讲还好 讲了又造成两大阵营不同的辩论 那到最后我们提到的特别是法律层面 特别因为这个319枪击事件产生了一部法律 我们可以说它叫做个案法 它叫做这个319枪击事件真相调查 特别委员会的条例 这个条例一出来之后引起哗然 这个哗然不仅是这个绿色阵营的哗然 还引起整个法律界的严重哗然 那最后因为这一部条例实在是触犯了很多 我们宪法所保障人权的一些条款 所以进入了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 那最后这个司法院大法官做出了 试字585号的解释 那这一号解释 他宣告了真相条例里面 有许多条文都是违宪的 真调会它的定位是立法权 也就是是立法院派出的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 他不是属于这个法务部的一个司法权 那再过来哪些条文违宪 他声称自己不受国家机密保护法 不受刑事诉讼法相关的拘束 也就是真调会 他变成是一个太上司法机关 他想调查谁就调查谁 他要求你来 你立刻得来 你不来 我还可以裁罚你罚金 所以因为他相关的这个法律 包含他涉及这个国家机密等理由 你也一定要来 也就是纵使你今天因为外交国防理由 你拒绝出席 在一般的刑事诉讼法是可以的 但是在真相这个条例里面 他是要求你一定得出席 你不出席 我还可以裁罚你 已经逾越了我国宪法一个基本保障人民权利的一个权益 所以最后这部条文有许多部分都被宣告违宪而失效 我们整个宪政伦理秩序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律原则 它叫做个案法律禁止 为什么我们的宪法原则要禁止一个一部个案法呢 因为我们知道立法权跟行政权 他们彼此是互相制衡 也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立法他是负责立法 他一旦立了这部法 他要为了台湾的百年大计去着想 所以一旦这个法律出现了之后 所有的个案都应该适用这部法律 那行政权的责任则是 在立法院他制定了一部法律的之后 他要个案有行政裁量去判断说 这个个案在套用了立法院的立法之后 怎么样个案处理 但是319真相条例 他的特色就是 他针对了319枪击事件这个个案 特别立了一部法律叫做319条例 所以等于说是立法权 他去鉴阅了行政权 那这是明显违反了三权分立 也就是因为违反了三权分立 所以整个真相条例里面的许多的条文 都被司法院大法官的 市自585号视为洪水猛兽 纷纷宣告危险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也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们 是在hello每天下午点 light day准时上线 activity 下午32001 слово82005 信息 有点